很快 好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進入比賽了 我們現在馬上來進入比賽 來猶豫到這邊是我們的猶豫鋼鐵人在藍方 我們的直方是我們的 阿珠波TPS 從小地鼠上面就可以看到 猶豫鋼鐵人一開始就是五個人聚集在一起 看來是想要入侵對面的打野區 那TPS知道說自己在打一等會戰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不利 所以五個人都是分賽在地圖的各個角落 讀住每一個洞口 觀察猶豫鋼鐵人的動向 這邊就是要來留意喔 那 欸 來了 看到 大老遠就看到 跑超快 你們抽了一張金牌 但是凱特琳已經注意到 所以趕快退到後面 還會去嗎 閃節起來這應該 這一個 丟了個Q 那應該是五個人反 欸 那這樣TPS就可以選擇說 要不要也在對面的藍buff 把視野做好 對 他已經有在對方的藍buff 那附近有插眼 但他不是在藍buff區啦 他是在他的四周圍有放置他們的眼光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在對方的藍buff插眼之後 由於鋼鐵人選擇回側 回到自己這邊正式 就是從自己的這邊藍起 對 但是TPS在這個地方也很小心 他們沒有把就是五個隊員 因為他們TPS的眼並沒有看到 由於鋼鐵人其他五個人的動向 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藍buff 伊莉絲就覺得 盡量還是小心一點 由於鋼鐵人在眼前騎著那個牆上 絕對不能輕忽 對 而且因為已經開場 就確定對方已經在藍buff 自己的藍區插眼了 那你還去走去那邊 讓對方都知道自己從那邊開啟 其實就會很危險 而且在有視野的情況之下 讓對方隨便勾隨便走 感覺很危險 好 那這邊的話開始這邊 雙方這邊要進行會戰喔 那這邊的話雙方各式回到線上 也是一個正統的開局阿 用開局會不會怪怪的 然後揪正我一下 正統的一個走線 欸不對好開局 開局是ok的 好 欸 這一個人 他很兇但是 很兇但是沒兇到人阿 這個怎麼了 先生 先生 乃德林一個偵炮射擊 並沒有打到射雷器 但是把射雷器的這個閃線給逼掉 哇這一個輔助 用射的這個閃線我覺得非常不值得阿 這個開場很兇 但是感覺對著空氣兇 那感覺 貌似很兇的感覺 這個通常就是那種 一個一個一個罪漢拿著 棒就衝出來 對結果 不小心把棒子丟到地上 然後就開始對 就開始被對方追殺 啊哈 對不起然後開始跑 完全是很尷尬的一個狀態 我剛剛那個真的是 因為我剛剛他衝出來放招子 對空氣放有點尷尬 對 好 他那個招並沒有少到任何人阿 對阿 衝錯死先了 你雖然說你是射雷希 你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但是那是兩等齁 一等還沒有這麼可怕 嚇一跳齁 這個一瞬間 想說哇這個 一開始應該就是要出人命的timing了 好不過還好這沒有什麼事情阿 我們照進去只是來上路阿 啊 這一個 我剛剛被耗血 真的是耗得很大 對因為輔助他的那個閃線已經交出來 所以他在走位上面 必須要隔加小心 那這其實也就會間接的影響到 AD的這一個持兵的順利程度 對 確實喔 而且在 喔不過這邊的話其實 剩一些血量慢慢也是起來 他大概初期血不多的情況下 很快就回滿了 對 對 那這邊 感覺起來這邊 泡娘會不小心會 不小心就會推線 這邊又被壓到了 對 你看因為他是 閃線沒有交 所以死了泡娘在吃兵的時候 比較烈勢阿 會常常有事沒事被對面摸一下 所以這個情形就會導致說 泡娘在吃兵的時候 只要被對面稍微牽制住 那輔助就會被喚血 那這邊的話 只能默默的 默默的轉身離開 去吃自己的石像 雙死阿 雙死阿 再回來 所以這一個窘境就會導致說 就算打野來也不一定殺得到人 可能還會被帶走 對 打野現在確實已經到了下路了喔 納迪爾斯現在已經到了下路 到了下路 對對對 這一個時候 凱特林一個904獵王 逃掉了 這一個納迪爾斯的Gang 那這邊的話 算是武功而返阿 那 馬來西繼續回到我們的線上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其實是穩農阿 穩穩的農 兩邊 我農你農 在吃兵樹上來講 其實看起來是差不多的啦 雖然泡娘在 下路雖然被小壓的狀況 不過目前看起來吃兵也還是OK 可是他這樣子是浪費到打野的時間 對 打野一開始重心就是 下路其實是比較好game 對 喔 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凱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他熟了手長 他又有控場 因為不能讓他就是 他一直在那邊敲 你敲一敲 突然就搬暈起來了 對 因為造性 並不算是在線上 有一套爆發性的這個換血角色 他必須往上前衝之後 然後要戳個三下 那個傷害才可以完成出來 那坎南就可以運用說 在他那個傷害輸出的這個過程 馬上就是擠滿那個三個電球 把他暈在原地 讓他沒辦法一套順利的輸出 對 他還可以往後跳 那現在這邊被壓的是比較 被壓回塔下喔 不過慢慢減兵 血量是有點少的喔 那伊伊斯這邊到目前為止 是還沒有出現在任何線上 因為感覺起來三線都壓 除了中路是沒有 除了中路是沒有推兵線之外 上下兵線都是推不去的 中路是卡薩丁對尼米爾 在卡薩丁上六等之前 應該說沒有一個中路會輸給卡薩丁 上六之前啊 上六之後就很兇了 上六之後這個就不一定 尼米爾就會過得比較痛 哎呀 好 可怕 剛剛經過了野球 我們看到伊伊斯 上路比較危險喔 造星在這個地方並沒有伊伊斯的視野 對 那兵線剛過去 哇這個很兇上去但是 對對對 這個應該是走一個 要糗了要糗了 該怎麼辦 再衝過去 沒有辦法再拿到了手殺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敗塔 這個我們看到還想說 哥上六很兇 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敗 我覺得這個就是阿倫他就是 腦衝了 在沒有視野的情形下 你還浪費了你的第三招要去跟別人換血 那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 也不是對方有小肉相煎這樣子 其實也不是就單純只是 喔這邊不過 被到下路 被到下路 勾並沒有勾到加羅 但是也換到加羅的神線 但是中路的卡薩丁 覺得非常開心 對現在這邊卡薩丁在推 那我們看到伊莉絲 也立刻就入侵了對方的一個野區 因為我們知道對方中路不站 馬上就進來了 哇 這個 我不過立刻 要繞 繞兄弟來 死守自己的 藍寶貝嗎 哇 在這個地方 欸欸欸有了有了 來 哇 對 哇 這一個一套傷害 很痛 那古妙造星能夠勝利的輸出嗎 伊莉絲往上一躍跳到了 納丁魯斯旁邊 但是是由卡薩丁 拿到了這一個擊殺 對雖然說我們藍寶貝是守護住了 不過這是用人頭換下來的啊 那現在這邊我們看到凱能來了之後 這個應該又沒辦法守了 又是一 又 哇又變一個三打二 欸欸欸欸 哇 又是一個被先開戰 殺丁 還到了造星 然後凱能被開 雷霆送爆 再被擊殺牆 還到了伊莉絲 哇這一個還不錯啊 那尤其是換掉了伊莉絲 沒有Jungle的情況之下 你就比較難吃 比較難搶對方的藍了喔 那這邊只能往後撤 對沒錯 凱難他也不是一個大男啊 所以沒有辦法彈出藍的傷害 對你可能彈一下 然後找那個 我們的逆命就來找你麻煩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哇那現在這邊 剛剛這邊的話啊 好險有換到那顆頭半真的是虧翻啦 所以不然這樣就是要噴一個人頭 然後這個藍也保不住 對也保不住 好那這邊拿到了藍 那另外這邊 兩邊彼此各自去吃自己的藍BUFF 那在持兵上面來講 我們看到這邊就出現了些微的一個落差 然後無論是我們的上路造星 因為剛被殺過一次 那我們下路的 我們下路的這個炮龍這邊也是落後 稍微落後一點點的一個持兵術 因為油翼鋼鐵人的下路都是一直被壓制住 這個完全這個起因完完全全都是那一等的那個射 一起被喚起了 對 所以你跟你對上凱特林的時候 你前期沒有把這個兵線給推出去 被凱特林先上二等的話 那這個兵線就會一直被壓制在塔前 然後就會讓凱特林發育出 他那個射程650的這個優勢 優勢沒事點禮一下 那這是很痛苦 有一次泡娘初期的一個射程又比較短啦 對他需要等級啊 才可以配合他這個被動增加自己的射程 那這樣的話 在前面到目前為止的話 經濟目前已經插到了1K喔 隨身頭插2顆而已 不過還沒有掉塔 我看到他上路又在 欸 喔 插眼啊 這個好兇啊 在這個地方插一根粉眼 對 喔不過河道那邊也插了一隻 我們這個 造星這邊在自己的河 在河道那邊也有插一隻眼啊 所以 哇這個 大家都是重金 對現在上路很流行就是在河道那邊 喔 下路這個地方打起來 套到那邊都收掉了加羅 然後把凱特琳給擊飛 但是 加羅在死前 打掉了 所以上路這個地方也打起來 哇 這個地方是TPS的打野仙道 所以在這個輸出一套之後 馬上就先把造星給帶走 對那這邊的話 那匿密好像想傳但是被卡紮丁 卡在這邊沒有辦法飛啊 你要飛我就沉默你你想飛 你想你不敢放招 哇 想走欸 對想走 對我們上路這邊兄弟在殺的時候 我這邊絕對是會自止住你齁 但是匿密這時候已經飛到下路一張黃牌打中了凱特琳 撤一下普攻擊殺掉了 古德丁丁 對哇這個也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在下路也是頗有掌握 但是上路這邊還是兩顆頭還是比較虧一點點 對游魚鋼鐵人那這樣子造星 他就成長 成長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打野過來幫了 可是反而是TPS的小安在GANK的時候 那個時機掌握得比較好 瑟雷星一勾並沒有勾到加羅 狗子不夠長齁 我去再多加個兩截 再多加個兩截我就要把這遊戲砍了 太反規了 我真的超討厭射雷星 射雷星 沒有這樣的話射雷星可能就不會出現了 大家都想加兩截啦 可能炮槍那個炮管可以幫我加粗一點這樣 然後那個凱特琳的陷阱要像砂鍋一樣大 你怎麼走都會踩大 啊我們看到這邊在吃小龍 那這邊沒有演齁 因為 大家其實都回去了喔 各自回去 那我們這邊也是有拆掉對方 也是早就已經放好紅眼 拆掉對方的眼了 所以 看來這一個小龍沒有問題 所以TPS拿到GANK TPS在線上的這一個優勢 它沒有掌握出來 因為由於鋼鐵人 因為線上的烈士 所以死了在不眼前面下去 沒有辦法能夠掌握住小龍 這視野 對我們在前面還有提到 在開場的時候應該是 入侵野區比較兇的應該是 鋼鐵這邊 結果我們留意到 對現在這個確實是 無論去哪邊感覺 欸 不好意思喔 現在入侵野區的都是TPS TPS又流進來了 又流進來了 哎呀 哇這個逆命危險囉 哎呀 救了這個直接 拆掉逆命 卡薩丁在一套 直接把逆命給擊殺 欸 哇這個 哇這真的是有點感傷的一個狀況啊 因為這邊野區被入侵成這個樣子 其實剛剛是完全沒有留意到的 嗯 對 由於鋼鐵人他們現在就是寸步難 上路沒有辦法打出去 因為你 上路它這一個經濟差距已經太大了 就算打野上去幫你 有個武器也是 好 打61個 上來熊一套 炮強衝了上來 但是我們看到卡薩丁也在 欸 不過這邊 造型也跟上 哇 這一個在集火不同的人啊 不過伊莉絲看起來還是要死去的 對 伊莉絲這個應該是跑不掉 因為這在對方家裡面啦 哇 不過又要換掉 欸 這邊 哇 真的 哇 這個要是被跑我們 哇 這個真的被跑掉了 這樣子跑不掉 這樣子被跑掉了 哇 這個有點感傷啊 我們這個 根本就是 到 到嘴 這個嘴邊肉沒有吃到啊 對 剛剛油衣鋼鐵人 他們是在集火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對 有溝通不一致所導致的 這個其實畫面很熟悉啦 我在玩solo queue的時候很常這樣子 對 就是我想要那個人頭 我就追著他一直走 然後他想要那個人他就追著他一直走 結果兩邊都沒殺到 因為你們兩個人的螢幕在看不通 對 看到紅血的人眼就會跟著一起 對 或是可能會有仇恨值的猜 例如說 我是下路 我看到AD和support 就特別想追他 對對對 我或者是開場的時候 對面打一個 安妮號 對 或是曾經打過問號的 喔 打問號 打ZZ 這樣你就會 可惡就是那個 好了 這個 看到我們在那邊 在吃自己的 藍波夫 但是 欸欸欸 卡拉丁在藍波夫 插一根眼 所以現在 越是想知道 這個地方可能閃現大圈 把照片也進在這個地方 可是伊莉絲還在遠方 所以是沒有跟上 這個地方 二打三 成功的擊殺掉 納蒂魯斯嗎 蜘蛛在一個毒癢 擊殺掉了 納蒂魯斯 這一個抽牌是失誤對不對 他抽出的時候 紅牌 他沒有把對方 暈在塔下的一個狀況 還是他是想要做循環 他是想要第一時間 如果他再沒有辦法 就是他要再等一輪的話 就殺了 就來不及了 暴力現在想要下入這個會戰 加羅的這個大絕 直接把射雷西 擊飛到空中 再接一下普攻 直接擊殺掉 射雷西 靈命開啟了大絕 炮娘一跳 緩住了凱特林 加羅的這一個綁並沒有綁到兩個人 所以炮娘解除成就 再跳一次 再 解除成就就是 我們每一個可以再跳 就是在殺人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再一次 對 殺人或者助攻 或助攻 就可以再跳 炮娘其實也是一個 SOTO性 他唯一的AD有SOTO性質的就是炮娘 對 這邊的話 夏魯也是漂亮 打出了一個漂亮的Double Kill 不過 現在這邊中塔 喔 有去防守喔 目前掉塔的一個狀況是 上塔和下塔掉了 呃 哇 下塔 上塔掉了兩座 對 因為這個東西 納迪魯斯要去幫忙的話 他能做的其實也是有限 哇 這邊這個壓力表示有點大 伊莉絲在旁邊 龜著 對 他並沒有露出來 對 好 那這邊的話 上路回去 我們看到的是 逆命來到了上路 雙方 經濟差距來到了5K喔 因為塔的不會已經掉了3座 再加上小落後是被對手吃掉的 人頭樹 小落後4顆 好 再來看一下 現在情形是對游魚鋼鐵人比較不利的 因為他們選擇了這個戰術 可是在前期是沒有打出風向 對 我覺得小安是有準確的掌握度 因為1RUN他的這個打野很親密 所以他知道說他會去哪一路 然後他就已經先到那個地方了 那這個再開局 如果沒有打出風向 那我們打出風采行嗎 打出風采這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你就要跟他們說 我也很希望選手們都能打出風采 好好好這個好齁 來看一下齁 那這邊的話我們中塔直接被逼了上來 哇應該 這個很難守了喔 我們看到炮娘在趕路走 唉唷 這邊一個勾 這邊一個勾 可是我雖然這個很容易勾 一去不復返啊 炮娘跳過來馬上去支援 可是其他就卡薩丁了 對沒有辦法 不過旁邊走 在旁邊馬上把 對 開啟了大絕 能夠結束到3下嗎 3下 所以說暈到了崔斯塔納 但是因為自己的血量也不夠了 然後由於剛才其他兩個人隊員在旁邊支援 所以可能並沒有進去 尊殺 對 剛剛炮娘有點 就是有點擔心要死掉 他把對方推走了 他在推走 感覺凱能也是心狂的 唉唷 你把我推走 剛好 謝啦 然後轉身離開喔 對 那 算是一個皆大歡喜啦 因為兩個都沒死啦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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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現在這邊推下路兵線 中塔的部分剛剛是順利守住啦 雖然血量剩不夠多不過繼續回來農 好 讓他自己去踩 把這個陷阱給踩掉 對 現在TPS在打會戰的話 是會對TPS比較有利 看TPS有沒有逼一個五五會戰 這邊剛剛已經在塔下嘗試過 進行一波的會戰 那現在就是要等野區 因為小龍要生了 好 現在猶豫鋼鐵人知道TPS 可能是在上路分推 現在猶豫鋼鐵人看有沒有要吃小龍 或者是逼中路 對 應該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其實也是很難 因為小龍就算 好 那回來 直接回來 直接逼對方的一個中路 那 坎仁不在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我們是丟出了燈籠 讓大陸是到安全的地方 往後跑 那現在這邊的話 再繼續回答 因為坎仁也回來了 那現在的話 就看是要 到底是要在中塔這邊做會戰 還是要在我們的小龍區這邊做會戰 到底該怎麼做抉擇呢 對 猶豫鋼鐵人應該會避免跟對面打小龍 卻會戰 因為猶豫鋼鐵人他們 呃 TPS 他們有卡薩丁 還有加羅跟 凱南這一個在大地上打 會非常有力的 這一個英雄喔 猶豫鋼鐵人如果要守小龍的話 這個是完全守不住 那如果是一個 所以應該選擇是推塔 那我們可以去推塔 可是推塔 呃在中路感覺 這個好像又很 又來不及 看能不能掌握到 就是 TPS 去做線路調換的時候 去抓到 因為不管是 他們 猶豫鋼鐵人 他們沒有辦法打小龍會戰 這已經是既定事實 這個是 這個角色 這個英雄角色的組成 就算你有再好的技術 都沒有辦法 更何況你現在進去還是落後 所以猶豫鋼鐵人要靠的 還是就是要單抓到對面 可能說打野或者是輔助 這樣子慢慢一步一步可以打回來 運用著他們很強力的這一個單體CC 就是有 射雷西的勾 逆命的這一個滾牌 納蒂魯斯的勾 以及造星的這個單體傷害 他們要打會戰亂 你看現在他們就是要抓這個 才能這個司機 有 哇你這個雙司機同時 就牽制到這樣子 沒有配合好啊 哇 這個 結果 因為沒有同時 沒有依序 唉唷 逆命的這一個拿圈 飛的 不夠深 對 這個 飛進來 而且感覺上那個 納蒂魯斯也沒有跟上 對 納蒂魯斯的那個大絕擊飛 喔 卡薩丁這時候從角落 悄悄的過來 到底收不收得到我了 沒有很緊張很緊張 哇 哇 變 double kill 哇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跑掉 對 中 對 中路這邊也一個波會戰 我們看到這邊 因為人已經從造星 用肉身 用屁股擋住了對方 打 死了 死了 對 因為上路兩塔都掉的情況之下 那個基本上是一定推進來 那現在這個人數的一個 落差喔 感覺起來中塔 中二塔也要掉了 感覺這個 感覺非常的中二 對 感覺這個塔 人員很差 對這個 喔有有有 然後被打掉了 喔 掉了 有一個閃現 幫到了造星 射雷軍馬上丟出了一個燈籠 但是造星可以覺得閃現 第一時間離開的戰場 嗯 好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到這裡 現在經濟整個被拉開 拉到了7千 7K多啊 那現在這邊的話 野區已經完完全全 陷入了 來到了我們TPS的一個掌控之中了 而且加羅也出了先知了 對這個表示 好碰到表示 算了算了算了 那一名丟出了三張牌 看能不能 撿到紅buff 但是並沒有撿到 哇那這樣的話 這個 劣勢又越來越大了喔 在剛剛那個我們 就 剛剛那個其實真的很有趣 上路了兩個 差最後那個一秒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天賦沒點這樣 上路 你是說他們那個大局 重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回家的那個時候 卡薩丁收頭的那個時候 那個應該不只差一秒 對應該不只差一秒 差大概兩三秒 這樣子 真的是 有點可惜 那那個其實也是 就像剛剛講的 前面的那個 我們那個CG重疊的一個關係 對這個就是 隊友溝通不好 那裡有時候要開大的話 逆命就不應該 在那個地方丟出金牌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也是很可惜 因為如果 基本上那邊如果抓掉了 二打一 就不會造成後面 逆命的一個耗血了 對沒錯 所以卡薩丁也就不會 再拿到那兩個人頭 對那卡薩丁如果在那個狀況 就是 啊打不贏算了會來搜塔 對那其實 這就是 就是一瞬間真的是很可惜 不過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繼續回到 野區這邊 我們看到這邊已經 哇這個感覺就是在等 等獵物上鉤的感覺 對這就是mistake 非常擅長的東西 就是先出了先 當推到對面外座 三座外塔的時候 就是出了先 或者要牽制住 對面的野區 然後把視野給不好 一個一個一個給單抓掉 對 在這個時候其實 對於鋼鐵人來說 他們根本不敢進入野區 我們看到 就 你只能 隔牆去插這些眼 但是你隔牆插了眼 大部分眼味不可能多好 對沒錯 而且mistake也出了武術鞋 對啊 武術出武術鞋的這個好處 就是在於說 不管是單抓 或是打會戰的時候 你可以更好的 更容易的掌握到 你即將要CC的那個位置 所以你射雷希機器人 加羅像這種有著 CCG的這種 都可以選擇手術鞋 好啦那現在下路的塔 也是直接被推掉 現在已經掉了六座塔了喔 那 凱能在上路做一個分推 那上路是有造性做一個牽制喔 那下面是一個 下路這邊進行四打死 對 造性應該是抵擋不住這個 凱能的分推喔 現在 由於鋼鐵人沒有任何一個人 能夠單體一打一打的因凱能 對現在因為凱能在開局 就是最優勢喔 我們看到現在吃病201 然後203 唉唷 這邊一個喔 選擇了飛上路 凱能真是開啟了驚人 喔賽 最後的大學暈到了 迷迷趕快往下 這樣子看這個凱能應該 喔這個閃線極致非常的漂亮 可是由於鋼鐵人的下路就不妙 因為這樣由於鋼鐵人下路就是一個四打三 對 那下路這邊就是直接就棄塔了 棄塔的情況之下就等於棄均勻了 然後這邊又回來 哇這個還回來反殺 你根本就 小心 沒有辦法 把凱能給 三下 衝動 所以凱能卸一套 對 打起來 凱特贏的那一個大絕 直接穿過了兩個人 打掉了利面 對這個 旁邊兩個人感覺 掰掰 他們也是被CC制了 想辦法都沒辦法 對他們也是被壓那個很難 對也很無奈 哇這個 我覺得這個龍打剛剛那個回來反殺真的是 因為我覺得他也看到了下路就是匿命回去了 對 對那這個時候他就直接回來做反殺 真的是有點 真的是太凶了 這傢伙好凶啊 那你也注意到就是他剛剛在那個造型被擊殺的地方 他是有插一根眼喔 所以他的那根眼是掌握到造型的動向 喔了解他也看到了 那可能也是那根眼有留意到 好清楚的掌握住對面的這個血量的狀態 對 然後就去做反殺 好 其實我非常非常凶惡喔 那這邊的話 下兵營掉了之後 我們為了鞏固下面的兵線 就等於 巴龍邁 我們只好跟 我們這個 難道要在巴龍那邊做拉承嗎 對在比賽當中 如果是兩座水晶兵營掉的話 這個你要守住巴龍 是萬萬絕對不可能 如果是中路掉的話 這個還有可能 可是下路掉的話 因為離巴龍最遠 對 下路掉基本上 因為太遠了啦 所以你幾乎就是不太可能守 那 這邊的話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喔 但是還是要意識一下喔 也不能夠 你完全不理 這個 巴龍小寶貝的話 可能會導致 就是你跟他的一個 友誼值的一個降低 可能導致下一場比賽也吃不到他 好像什麼 美巴龍夢宮 對 對 對 沒錯 那 現在這邊稍微耗一下 但是下路兵線真的 我們看到下路兵線 剛剛趙勳有去退一下 不過 繼續還在耗 我們看到這邊 TVS也不急啦 反正你吃到要回去的喔 繼續在那邊 繼續在那邊 拉扯 對 繼續在那邊 因為我們看到已經有人在裏扣了 因為兵線 超級小兵的一個加持 對 看猶豫鋼鐵人是不是要選擇匿命去做防守下路 因為我們可以用大飛回來 但是大的一個距離又不夠遠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直接吃了 哇 TPS五個人正在吃巴龍 猶豫鋼鐵人目前只有四個人匿命開啟的大絕 掌握到了巴龍的血量之後 有要衝上前去嗎 對 這邊 唉唷 我們看到這邊選擇放 喔 TPS打得非常保守 但是在匿命大絕消失的時候 然後 馬上過來巴龍 到羽又要繼續打 但是這個耗血 哇 哇 我們的 我們下 我們的主堡的兵 我們主堡的塔掉一座 這樣就完完全全就是 蹭了TPS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就是在等下路的兵線 然後讓優衣鋼鐵人就是 上下兩台這樣 對 那既吃到了巴龍 我們又推掉了下面的塔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這一個 你又必須要回去鞏固你的主堡的情況下 你上塔又 又表示壓力很大 對 又要被摸了半死了 又來摸了 好 這邊又來摸 我們又上 可是如果要開打的話 由於剛才人現在自己沒有開打 有了 一個狗狗到了 凱南馬上開啟大絕 納地魯 這個大絕非常的漂亮 伊麗絲血量很低 所以趕快向上一躍 對 那造型剛剛 在不知不覺當中 慘遭融化喔 那現在這邊 我們的虛弱丟了上去 但是沒有辦法立刻秒掉 史雷西往後一掃 並沒有掃到卡薩丁 這樣卡薩丁就會非常的開 雖然說被勾到了 但是沒關係 我是有隊友的 顧顧的丁丁 表示我非常的開心 對 這邊把所有人 擠殺光了之後 雖然卡拉丁是犧牲掉了 不過所有人的血量 雖然沒有血了 不過也沒有對手了啦 所以這邊直接進來 拆除吧 我們恭喜阿豬扑 TPS這邊在第一場比賽 拿下了我們的 友誼鋼鐵人 喔 這個 我們在27分49秒 打的是相當相當兇惡啊 對 沒錯 這個是友誼鋼鐵人 他們的陣容 他們並沒有打出他們所想要的 也就是